老花姨每日一答回答一下 翠宝的演化问题 第一个猪宝是宝莲灯 叶子一两天掉一片 现在怎么弄 没什么很大的问题 你说一两天就掉一片 你那是不是冷了呀 臭宝 怀疑你那有点冷 我看到有点发黑的那种动的 如果说温度低于5度 一般宝莲灯10度 你就能感觉到了 它就开始不好了 低于5度的话就开始噩梦了 就开始状态不好了 明白吗 臭宝 有话说我现在怎么办 我看了一下你那个花盆 花盆里边水还是不少的 不用拼命的老浇水 有条件的话 可以稍微的控一下水 用一点杀菌药 好吧 尽量的提高一下 提高一下温度 冬天的太阳可以晒 北方的猪宝 这个可以晒 该给肥料的可以给肥料 别的没什么 我怀疑就是冷 下个猪宝说 金鱼吊篮还能养活吗 这个金鱼吊篮活是能活 最好的方法就是你不用管它 你问我什么原因导致的 这个就是你水大浇死的 水大肥大给玩死的 就是你像我们大棚里边 你就一眼望过去吧 你不论是我们浇水施肥 我们都是怎么着呢 看着它差不多要缺了才给 就跟人一样到饭点了才吃饭 它不是说一嘴不住的那种 呱呱一个劲的吃 两话有一个道理 懒一点 你懒一点 你再懒一点 你试试你这个就好多了 明白了吗 金鱼吊篮它多浆植物 浇的水多它就烂 你那个花瓶还不透气 用的还是泥土 它能不烂吗 现在你就变懒就行了 你啥都不用管 你扔在那 你看它干不行了 你再浇水 看它差不多了 你再试点水 你再试试 这就是勤快人养不了花 下个猪宝说 一夜莲啥情况 一夜莲没啥情况 养得挺好啊 正常的光照该晒得晒啊 你家是哪的 如果说过热的话 这种有点像聚光暴晒 而导致的晒窗 不过它 不需要很强的光照 是否是 但是还是要给光照的 光照很强的话 会出现这种晒斑 你家是不是南方的花瓶 北方的花瓶 应该养不了这玩意 南方的花瓶 两广地区的透薄 还可以适当的遮一遮养 适当的遮一遮 下个透薄说 芦荟开花了 要追什么肥 叶子都薄了 整点粪肥啊 追哇塞了 在楼房上的话 你可以用一些有机肥 对吧 那些发酵的粪肥 那往上便宜 你要买到真的就行 有话说 不放心 不放心 牛麦老花一贵的 繁肥肥 好吗 就撕肥就行的 但你俩都给 整点粒酸 你俩先给着 家里边有的话 其他的肥料 看着给点就行了 下个透薄说 风筑叶子一段时间 开始掉落 这这那这 怎么办 然后如此反复 你就负责杀菌 撕肥 你就负责这两个事 干了再浇水 其他没什么 光照给足就行了 明白了吗 臭宝 你看很多的花手 喜欢用这种吃盆 不是说不能用 是可以用 它对于整体的排水 透气不利落 你看我们大棚里面 为什么不用吃盆 养花 是吧 有的话说 不是 主要是我们如果说 吃盆也好 塑料盆也好 都要求盆底要透气 你像吃盆的话 达不到盆底透气的 那有的话说 人家养的也挺好 人家养的挺好 人家会垫一层 比方说类似于泡沫 核桃壳 树皮 烟壳 或者火山岩 石子之类 人家会垫上一层 然而人家就算是 人家不垫的那些个人 人家浇水也能控制得住 很多的臭宝 他就拿捏不住 天天闲的没事 只要这个花 一拿拿不行了 他就立马浇水 你说谁有什么办法吗 谁也没办法 明白了吗 臭宝 我现在怎么 我跟你说了 杀菌 控水 施肥 给太阳 别的没什么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上关注 老花姨 每天会给大家分享 很多用的养花知识 我是老花姨 养花自然一 拜拜特宝